哈囉大家早 今天算是真的比較冷耶 看 現在的溫度只有 這邊大概早上是16度 那大家已經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今天像個瘋子一樣 穿個這麼單薄的衣服 其實是因為我買一個新的羽絨外套 那我想要測試到這具羽絨外套 到底有沒有保暖 因為我買的這件羽絨外套 它是說它具有 FP900的一種保暖系數 那什麼是FP900 好像意思是說 就沒有達到那個羽絨 它達到登山等級的程度 這感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過去我有買過LATIF 跟UNIQLO的輕羽絨外套過 那穿起來的感覺 保暖度是還可以接受 只是裡面還是要穿一些 再多穿一些比較保暖的衣服 那我今天呢 只有穿一個這麼寶寶一件 你看 就這麼寶 沒有再穿其他的囉 就這樣 都沒有再穿其他的囉 那 那 待會呢 就會穿上我新買的羽絨外套 來測試看看 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說 那麼保暖 那這一件呢 就是我買的新的 買的羽絨外套 它是買藍色的 然後呢 它裡面是有點貼近 不知道這叫什麼藍 就是 這個顏色不知道不知道 叫什麼藍 叫空空藍嗎 好像也不是 還是鐵灰藍呢 嗯 看起來滿像的啦 可是我覺得這顏色滿好看的 所以我就選擇這個款式 那為什麼會買這件羽絨外套 其實是 一個朋友推薦 然後 他跟我說其實好的羽絨外套啊 是 不用穿的太多 就是你裡面只要穿的薄薄的一件衣服 就可以達到保暖的效果 因為你要買的尺寸的size啊 是要盡量買越合身越好 不要買得寬鬆的 所以我以前的款式都有點 尺寸都會再買稍微寬一點點 然後裡面會再多穿幾件 來達到保暖的效果 那這次這個朋友跟我講說 我只要買得越合身越好 所以盡量買的尺寸是比較合身一點就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測試 再看要穿這件五樓外套 然後我發現他這件還有個蠻不錯的一個小設計 看他這裡 他手袖這裡 然後他這裡有個魔鬼簪 他是會 就是我們穿上去之後 這裡要把它扣住 讓它縮緊 那我記得我之前買的羽絨外套 好像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這個小設計的地方 所以每次騎摩托車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帶手套 我的風就會不斷的往我的手下那邊灌進去 真的是冷 這樣真的是感覺就是冷死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穿上這件外套囉 穿他之前 我們先證明確實 我沒有多穿其他的衣服 就是這樣 這一件 就像這件外套 那我先把它扣上 這個好像可以玩了蠻緊的 最高可以到這裡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套 這樣可以看起來 你看 這樣有沒有很像 藍色版的 我覺得 以外他還是不要扣上帽子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就是我剛剛提到這個手袖的部分 要 要把它扣緊 讓它的風 跟你的手腕這邊 然後不會產生風力進去 看每個人的手腕 那我的手腕算細嗎 還不相信 其實我也不曉得 然後把它扣好 OK 現在已經完成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待會呢 我就會去騎我的摩托車 因為是 騎不不足的 所以騎摩托車的時候 風力會最大 所以那時候可以最感受到 你穿的羽絨衣 到底能不能達到保冷的效果 它是最明顯的 那待會呢我們就來測試吧 Let's go 那待會我們就來做 騎摩托車的測試 看看 看這樣防風的效果好不好 那因為 呃 我待會兒 我不會穿 我不會戴手套 因為順便測試 它這個防風的效果 還有 也不會帶圍巾 就是讓這樣完整上去 然後我會把這個 再拉上來一點點 哦!拉到這裡好了 所以這樣才能夠真正感受到 到底的效果如何 然後因為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今天沒有帶支架出門 所以待會我會邊 用 呃 現在的自排棒這樣 延伸出去 然後邊拍自己的狀況 那 算是有點半 單手騎的感覺啦 所以 是蠻危險的動作 那只是簡單先做個實驗 請大家不要介意 那也希望 呃 好孩子們是不能夠模仿的 那我們就準備 要來去騎車囉 好的 我現在抵達到我平常買早餐的地方 那經過剛剛的測試啊 下來是 它的防風系數啊 我真的覺得做得還蠻不錯的 我幾乎沒有感受到有風 灌進到我的衣服裡面 然後啊 再來是我的手袖這個地方 我剛剛提到的手袖很重要的地方 我想看到底還有多少風會從它的細風裡面露進去 那我們發現其實露進去的風很微小很微小 所以啊 我的手 現在我的手 因為沒有戴手套的關係 所以整個現在超冰了 然後因為 呃 像我剛剛 然後我的脖子這邊 應該把它拉到最高了 哇 現在這邊整個都超保暖的 感覺又很像是有帶圍巾一樣 那麼保暖 真的挺不錯的 所以我承認的 在挑選羽絨外套的時候啊 你可以問它一下 說 欸 不好意思 你這個羽絨外套的FPC 到底是多少 那 目前來究數值呢 是越高越好 那目前最 應該目前的FPC 最高的話 應該就是900 那如果比較劣質的羽毛的話 它的容量大概都在300多 那 好一點的專櫃品牌 對 差不多在五六百那邊 我做的是比較好的喔 名品 名品貴的話 比較好的在五六百喔 那登山等級的話 比較會超過700以上 那好像我今天是900了 那今天羽絨外套的實驗呢 就介紹到這邊 那希望我購買羽絨外套的方式呢 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覺得這支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請在下面幫我按個讚喔 那也可以你在我的 右手邊這邊 幫我做個訂閱 那旁邊 左邊旁邊會有其他 那我在我的左手邊這邊 會有我推薦給你看的影片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